罷免萬華叛徒 林昌佐 環南市場疫情爆發 林昌佐身為中正萬華立委 卻在市場上力挺污名化 萬華的指揮中心 當場被自治會怒嗆 也引爆當地人怒火 去年初立委選舉 因為力挺小英色彩濃厚 勝率票倉一路過關斬將 林昌佐狂掃8萬票 但他的對手林育方徐立信 兩人得票數就將近10萬 能否催出6萬1千票 達到罷免門檻 成為最大難關 社區受到侮辱的議題上 是不分藍綠的 一些行為已經是觸怒了 不管是藍的選民 綠的選民 或者是中間選民 人民選擇你們出來 是要你們出來幫大家做事的 而不是為你個人累積 自己的利益跟政治資本的 對所有民意代表來講 這都是一個警惕 林昌佐辦公室截稿前 尚未回應罷免林昌佐 正式啟動至少兩個團體 分進合集力拼罷免闖關 記得綜合報導 請教授 感谢观看